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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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 我有点夸张 因为我真的有点知道他的背景 我不知道在几年前你回来 香港 你现在是美国定居 之前有其中一个画展 有其他媒体介绍我来 我有看过那些报导 阿靖 你有没有看过当年 于是我就知道原来KK王不是我们认识的 我就是两个角色 不好意思 其实你拍了几部电影 我突然来 你拍了几部电影 总共你记不记得 记得十几部 十几部 这也不算多 但我最认得的当然是金昌仁 还有张宝成 《赌臣2》 两部都是94年 差不多 下一节我又会播一部 另一部 说你很厉害的 你做恶人的那一部 又是94年 94年是否你颠峰 算是 这么多电影 那时候 可以这样 94年我也是 那我呢 但我发觉原来他不止 原来KK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 一有故事的人 我怕我没有了道 我怕我说错误 问错误 所以我有点 压力的 小小的 好了 那这一节呢 跟大家打个招呼 现在有几千个网友在现场 那这个呢 就是我儿子 或者我想现在呢 小过一些的朋友 都会认得你的 或者那样子有点变 但是也不算大变 一说 金枪人 国产007 都认得的 那就是王錦光先生 OK 大家好 我是王錦光 KK王 KK王 喂 你自己呢 介绍自己 比如你说 我看到有时候都回大陆 嗯 那其实是不是都 都多人认知 你这些什么电影角色 最多都是去年轻 去年轻 神功都很多人认知 是 神功在上海 整天播出来 是吗 因为我对香港都上海是合作的 上海当它这些